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 日本左派的知识分子 加藤周一 他的回忆录 书名叫做杨之歌 虽然他有着非常坚定 而且非常激烈的左派立场 不过他所写的回忆录 却十分的优美 这是带我们去到了战前的日本 在战前的日本 一个文艺少年 他吸收了哪一些养分 得到了什么样的经验 最后让他可以 在那样的一个混乱的环境里面 成长成为一个有思想的成人 他回忆记录到在东京大学 念医学部的时候 他呢迷上了去歌舞记作和竹地小机场看戏 他说当时的歌舞记作 正好是于左卫门 举武郎 极右卫门的天下 因为是穷学生 所以买的是战票 从位置看过去空旷无比的舞台 只为举武郎一个人的舞蹈 而在瞬间绽放 那里存在着压倒性的记忆的意 那这又是一门精湛的意 战票席上也可以清楚地听得到 于左卫门非常清脆的卷舌音 让他无限地陶醉 另外戏剧里的角色 柱六啦 白浪五人男啊 戏物伊左卫门啊 他丝毫不通情 那些为了主攻而牺牲自家儿女的武士们 他喜欢的角色 是游手好闲之徒 还有盗贼 另外呢 在舞台上 这些主角们 沉迷女色 增强好斗 身上都隐约潜藏着反抗权威的特质 因为这个时候 加战周一自己对女色一无所知 也不会打架 更没有任何反抗权贵的经验 总之 当他听到 于左卫门所扮演的柱六 在台上滔滔不绝说起台词的时候 立刻就感到电流贯穿身体一般的站立 不由自主地摒住了呼吸 除了上一代长辈的演员 梅若万商朗之外 还没有任何其他日语戏剧人物的独白跟对话 曾经带给加战周一 那么直接地冲击 他就想起来 小时候在外祖父的老留生记忆 传来了什么呢 传来了卡路索 卡路索的所演唱的涌炭调 那样的一种魅力才能够和这个时候 他所感觉到的于左卫门所念起来的台词 有的这种充分的魅力 独白跟对话的意义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剧情更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演员的声音所带来的戏剧化的感动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敏感的能力 跟我们一般人看戏 我们就是看剧情 想要知道剧情是什么 或者是一定想要听清楚 独白那对话 但是呢 加战周一 这就是他的艺术性 他对于声音本身充满了好奇跟兴趣 另外在逐地的小剧场的舞台上 独白跟对话取代了演员的身体和声音 展现出登场人物的性格 立场以及心理 他看了很多外国剧本改编上演的戏 像是高尔基的底层 或者是齐克福的《樱桃园》 也有日本剧作家《九板荣二郎》 所写的《北东之风》和《火山灰地》 等等这些重要的剧作 关于1930年代末的新剧表演 透过文献不难了解各种细节 文献记载 当时帝国主义的狂潮 已经席卷到逐地小剧场的周边 正因为如此 尽管还称不上是一种连带的意识 在剧场里就能够感受到 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之间 有一种心照不宣 反时代精神上的默契 所以对年轻的家庭周一来说 观看戏剧表演的经验 就是和那些素媚平生的观众 共有那样一份反抗时代 反抗军国主义 帝国主义 心照不全的默契 光是记得这件事情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从那个之后 看戏就变成他最重要的一项消遣 变成他人生的一部分 后来他到西方有了机会去周游 列国的时候 不管到了哪里 都会前去观赏各国的戏剧 因为已经在歌舞记作和逐地小剧场里 了解了发现了戏剧是什么 他并不是到了西洋才看见戏剧的真相 加藤周一继续回忆记录 我在西洋发现的不是戏剧 而是绘画和雕刻 另外还有建筑 当时除了京都的几个庭院之外 虽然是个日本人 加藤周一对于日本的美术经验 几乎是一片空白 另外在京都 对于守野派的那种门上的画 或者是屏风画 他也不感兴趣 上野的优画展 对他来说那就是仿冒品 而日本建筑家们 他们在战后充满创意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也还没有发断 更重要的是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京文化 并未连续强调并凸显造型世界的意义 有桂离公 但是1930年代 发现桂离公价值的 并不是东京的文化 而是诞生了Bowhouse 和诞生了Bruno Taut的西洋文化 他是活在这种特殊的东京文化当中 不过另外一件事情 艺术上特别吸引他的是钢琴 一部分他受到了医学院里面 酷爱钢琴的片山教授的影响 另外呢 还有两位童年级好友 他们把他带进到浪漫派音乐的世界 经常三个人或者是两个人 一举去听Coloiter 或者是原智慧子 或者是琴口基层的演出 当时草坚加寿子 也就是后来的安川加寿子 刚刚从法国回来 所以几个人一举去听了 他的首场演奏会 全新的演奏方式 让他们觉得兴奋无比 回到宿舍之后 还一边吃着拉面 一边不断地热议到深夜 有的时候为了还没有听过的音乐 会在好奇心的驱使底下 去到专门的咖啡馆 那时候有这种特别的咖啡厅 在咖啡厅里有大型的唱机 而且收了很多的唱片 只要点好曲子 排队等待 几乎什么曲子都能够听得到 这种店在东京 大概也就只有一两家店 除此之外 普通的学生就没有机会 可以听得到这么多的曲子 那家咖啡厅里面 有一种异样的气氛 香烟的轻雾缭绕帐中 青年们挤在小椅子上 或者是闭上眼睛 或者是彻底放空 目光飘移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从唱机倾斜而出 从唱机倾斜而出的音乐上 几乎没有人说话 就连女服务生送咖啡的时候 都是小心翼翼捏手捏脚的 他这个时候就回想 问我说 当时对于浪漫派的音乐 尤其是对于校方的钢琴曲 有什么感受 还真打不上来 这绝不是因为回忆 所以让这件事情难以做到 而是因为要将自己 很容易回忆起来的事情 一五一十转换成为语言 非常的难 在我看来 那种感觉不是用 艺术这个词来解释的 而是要用来解释 艺术这个词的 那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 激发人的情感 并且要让人可以 超越情感的某一种东西 那种情感不同于 华格纳歌剧的 破坏性的热情跟陶醉 和莫扎特钢琴曲当中 透明的喜悦 也有一段距离 宛如曾经在遥远 又好像近在身边 类似推心致富的某一种 亲密感当中 同时又充满着 丰富的心理的变化 从期待到焦躁 从犹豫到热情 甜蜜的憧憬 到刹那间 光芒四色的欢心 它变化着 摇摆着 最终消失了中影 他说 那个时候很年轻 但是很害怕死亡 深夜里 会突然陷入 自己跟周遭的一切 都已经消失不见的 突然之间 吓了自己一跳的想法当中 以至于 在窗铺里 吓出一阵冷汗 等到 醒过来 就再也 很久都没有办法 入眠 但 也不认为 活着具有什么 积极的意义 正因为这样 才让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多愁善感 非常 敏锐感受世界的 家人周一 对于活着 产生了 不可言说的执念 这个执念的中间 或者说 靠近中央的地方 可以说 有着一段 从低音步和弦的 漩涡当中浮现 无限深切 又无限细腻的旋律 总之 音乐透过消邦 和浪漫派 介入 我的人生 这是我和音乐之间的 全新开始 非常精彩的文字 细腻 浪漫 同时不落俗套 去描述音乐 一起描述 那样的一个年轻人 如何追寻音乐 让音乐 跟他的个人 有这么亲密 这么新鲜的关系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阿宝 阿任任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山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广播电台 在这本回忆录当中 家人周一回想了 当时他在东京大学 念医学部的时候 那个正在变化当中的 时代气氛 当时政府 以国民精神 总动员的名义 初次滥造了 大量的标语 其中有一条 是杜绝奢靡 在学生当中 就有马克思主义者 表示反对 说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靠着低薪发展的 资本主义国家吗 对吃不饱的大众 说什么杜绝奢靡 还有另外一条 大和魂 武士道 然后东大学圣里的 宝学之士 学者就说 你们到底 有没有好好读过 本群宣传 宣传的大和心 这里讲大和魂 他说 宣传所说的大和心 指的是物质哀的精神 那是原始物语的 爱情世界里所来的 武士道 则是因为 江户时期 武士纪律不整 难以管束 由官吏 所制造出来的东西 不能只抓着 江户时代的 单一的面向 来代表大和魂吧 不喜欢理论 而尊重实际行动的家伙 则热衷于喝酒 和跟女人调情 对于当时 川丹康成 所写的 风靡一时的雪国 这样的小说 心生敬意 而对 军国主义的言论 置之不理 另外军国主义时期 最重要 无所不在的 一句标语 叫做 八红玉玉 他说的 这句标语的意思 没有人说得清楚 在我们的眼中和 日本是神国 东洋的精神文明传统 等这类的说法 具有某一种联系 从当时 这样一个 激进叛逆的大学生的 眼中看去 是愚蠢的时代错误 不过 这个时候 在东大 以外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者 遭到镇压 自由主义学者 被赶下讲台 那帮正出风陶的评论家 用艰涩难懂的语言 拼命叫嚣 什么桂冠诗人 第一人 训国精神 信仰的无畅性 等等 京都学派的哲学家 文学界杂志 还有文学家们 用稍微平静的语言 和稍微像样的姿态 说着大日本帝国 征讨中国 应该要有崇高的目的 西洋的近代文化 已经走进了死路 所以我们日本人 要见到出 超越近代的文化等等 这是势不可挡的 军国主义狂潮 这个时候呢 巨大的分歧 就要出现在 宿舍内外的 这两个世界 所以他回想 有一个关键 最具有象征性 代表性的一个事件 那就是当时 在文坦 地位非常非常高的 横光立一 号称小说之神 横光立一跟 川湯康城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可是在战前 横光立一的名气 以及横光立一的地位 其实是远远高过于 川湯康城的 所以横光立一呢 就来到了 第一高等学校演讲 横光立一 到会场的时候 准时聚集的学生 把大教室 挤得随些不通 横光立一顶着一头乱发 脸色有点苍白 说话的时候 先说完一句 就紧闭的双唇 盯着天花板的一角 一阵子之后 再说下一句 他就不是那种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滔滔不绝的类型 也不是用羞辞 来制造效果的那种人 好像他在大教室里 一边唤醒他的记忆 一边整理他的思绪 一边努力地寻找他的词汇 这横光立一 这个时候看起来 像是一个苦淫当中的诗人 像他这样既不信口开河 也不装将做事的演讲者 当然很少 虽然有很多他说的内容 加弹周一无法接受 但是对他的人品抱着好感 激烈的讨论是发生在演讲结束之后 转移到备有简单茶点座谈会 参加座谈一共有15个学生 围着横光立一 大家盘腿坐成一圈 其中的一名学生就提问了 说在您写的旅筹当中 出现了西方的物质文明 和东方的精神文明 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那是什么意思吗 横光立一的回答是 这不需要解释 精神文明就存在于 日本人的心灵力 学生又问 那物质文明是指科学吗 横光立一回答 可以这么说吧 那是指技术吗 横光立一回答 对 就是科学技术 学生进一步追问 科学和技术 这是两件事 两样不同的东西吧 横光立一回答 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深 所以我宁可 把他们视为 是同一件事 学生这个时候不满意了 就说只有不同的 两件事之间 才能产生关系 如果是同样一件事情 不管深也好 浅也好 都不可能有关系吧 这句话可就惹怒了 横光立 横光立一就说 你这是什么理论啊 学生继续说 但是科学就是要理论 那回忆当中 加藤周一说 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跟横光立一开始展开了辩论 另外一个学生说 我不太懂 横光先生你口中所说的科学 你还有一篇 以物理学家做主角的短篇小说 文章当中 有一个公式 可是如果缺少了条件 说明那个公式里的文字 那个复杂莫名其妙的这些符号 指的是什么 这算是这个公式就没有意义了 你可以帮我们说明吗 横光立非常明显地摆出了 他不想讲这件事 他说我不是物理学家 你讲的那个公式 只是一个文学上的象征 但是提问的学生却没有退缩 他就说 那如果是这样 小说里的公式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无法成为科学的象征 横光立一带着心直说 所以那是文学的象征 那请问 在文学上 它究竟象征了什么 这个时候 横光立一真的不耐烦了 他说像你们这样用理论来推导 你们要如何理解文学 学生还是说 哎呀 您说的也许是对的 不您说的对 不过 横光先生 您说物质文明是指科学 虽然您提到科学 但关于科学是什么 恕我冒昧 我觉得横光先生 在最基本的部分理解有无 科学指的应该是什么什么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打岔了 说这样讲下去 没完没了 先不要管 科学到底是什么 它显然也是一种 人类的精神活动 如此一来 把科学和精神文明 视为对立的观点 不就错了吗 然后呢 最有趣的是 这个时候 是学生之间 彼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一个就说 横光先生会提到物质文明 是因为物质是科学的研究对象吧 另外一个说 不对不对 科学又不只有自然科学 另外一个人说 横光先生所谓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 问题在于西方的人文科学也很发达 而且呢 也已经传到我们日本了 另一个又说 不管怎么说 西方的物质文明 这个说法就是有问题的 另一个说 更重要的问题是 提到西方物质文明的时候 你总应该要解释 基督教啊 好 他们自己又炒成了一段 终于 让横光讲几句话 横光说 我所说的物质文明 是指近代社会偏重物质的意思 日本也受到这个近代毒流的侵袭 为了要在这个艰难的时代存活下去 我们文学家被赋予使命 要将毒流从日本清除 这是日本神道教当中 有一种福系 这个仪式的真正的含义 而横光丽主张 福系的精神 就是大和民族的精神 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伟大的时代 现在我们回归日本文学传统 哎呀 有学生就挑衅地问 什么样的文学传统 横光丽一还来不及回答 有人抓紧时机就嘲讽 哦 那就是古老的化正时代的僵户啊 横光丽一听到了 终于爆炸了 朝声音的方向大喝 你们就会说这个 谁就说 你们不行啊 邀请横光丽一来演讲的 就是当时年轻的家腾周一 这个座谈会也没有主持人 于是他意识到自己是主办人的身份 就维持沉默不语 的确横光的大喝 刺激到了他 所以这个时候 对于学生的立场来说 即使有机会公开发言 走出了他们自己 学校里的宿舍 就必须有所忌惮 横光丽一的立场 受到军国主义权力认可 并且欢迎 即便他本人的目的 不是向权力献媚 用大喝制止他人议论 横光做得到 我们却做不到 闭嘴这句话 军人可以说 但国会议员不可以说 在对手无法怒吼的前提上 怒吼就是一种不公平 不论本人主观上如何 自动行为 实际上就是对 家腾周一来说 仗势欺人 凭这么说 你们不行 于是这个时候 他就不顾自己是主办人的身份 激发起他的斗志 也就没有好好去想 应该要感激 横光丽一是这么诚实的人 还能够跟这群职业生 认真地生气 所以接下来 就变成 家腾周一 跟横光丽一的一番变谈 然后 描述完了这番辩论之后 他又回想 他说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忘记了跟横光 这次最初也是最后的见面 日本战败 美军占领日本之后不久 1947年 横光丽一 因病去世 据说原因是 胃溃疡造成的大出血 但是他拒绝医生 还说 我的病不需要科学 要用精神来治疗 中导建厂 告诉家腾周一 这件事情的时候 家腾再次地认识到 横光丽一为了错误的哲学 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 有的病能够治疗 有的病 医生也束手无策 但是像胃溃疡 只要进行适当的治疗 就能够治愈 所以他回想起 那时候 这群学生围攻 横光丽一 他就说 当时与其说 是针对横光 不如说是针对 那个时代 我们为了保护自己 竭尽全力 无名小卒的学生 做梦都想不到 我们竟然 对这么有名的一个大家 造成了打击 之所以 我们这样重伤 横光丽一 正因为 那是一个没有必要 去打击的对象 这就是 中导建厂 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试图 要让横光丽一 他们能够了解 这是 非常鲜活的一段回忆 这也是用一种 非常特别的方式 来记录 一个年轻人 活在那样一个 军国主义的 环境当中 他要如何 发泄自己 对军国主义的不满 当然 他们选择 把所有的这一切 发泄在 横光丽一身上 用水笔的笔法 家旦周一 写了很多 这种 表面上看起来 很轻松 但是内在 有着深刻精神 以及深刻意义的 回忆片段 这本书的书名是 杨之歌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的回忆时间 我们再会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我的心也碎 我的事也不能做 我是林俊逸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反正长一段 我就只能去穿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